早点睡觉是错误的 上了70岁,几点睡觉才更健康 医生告诉你答案 老黄的睡眠经历就像过山车 每晚8点入睡,艰难 稳定地睡上一觉之后 然后以半夜醒来 导致整晚整晚地睡不着 长辞以往 老黄发现自己的工作效率低得可笑 而且总是精疲力竭 老黄深知睡眠 对健康至关重要 于是便不断寻找方法 进行改变 比如购买睡眠面罩 耳塞等等 尽管如此 老黄还是一如济然地失眠 我们普遍认为 老年人需要更少地睡眠 心满意足地熬夜到凌晨 或者早于其他人 早早地高兴地醒来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随着年龄的增长 老年人保持睡眠的能力 确实下降了 但是我们需要明白的是 即使是老年人 也同样需要每天睡上八个小时 否则 睡眠不足 会严重影响我们的健康 那么 老年人又该如何改变 自己的睡眠呢? 本视频就详细说一说 老年人失眠 四个原因需要了解 对于许多老年人来说 睡个好觉越来越难 这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而发生的生理变化 一般来说 老年人失眠或半夜醒来 会有以下四个原因 一 产生慢波 睡眠时间较少 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们获得的睡眠质量会下降 在我们五十多岁时 我们产生退黑激素的能力 可能会开始减慢 而我们的生物中 也就是告诉我们 什么时候该睡觉和 什么时候起床的内部仪表 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 生物中会提前变化 让我们在傍晚入睡 在凌晨唤醒我们 无论我们 是否想要在那个时候清醒 此外 老年人不再像年轻人那般 即使声音嘈杂 也睡得很香 而医学上将这种睡眠 称之为慢波睡眠 而老年人产生慢波睡眠的能力 不如年轻人 这种现象可能与我们 核心体温波动的变化有关 由于各种原因 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们白天的活动水平 不会有这么大的波动 相应的 我们的体温波动较小 睡眠也会变得更差 二 焦虑 压力和恐惧助长失眠 失眠之母是压力 老年人的压力增加 是睡眠质量下降的原因之一 根据数据统计 36%的老年人 因为压力和担忧 对他们的睡眠 产生了负面影响 压力如何影响睡眠 简单解释就是 身体和心灵需要处于 较慢的状态 才能成功地从清醒状态 转变为放松状态 但是压力增加 会使睡眠更具挑战性 因为它使我们精神振奋 心跳加快 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 我们就会容易失眠 三 日常生活的改变 颠覆了睡眠时间表 像之前疫情的肆虐 带来了许多的影响 尤其是日常生活的变化 我们大多数人 每天只能待在家里 这意味着我们 白天睡眠的时间会更长 如果我们在白天 延长了睡眠时间 最终会在晚上 得到一个越来越薄的睡眠 一旦长期如此 这就意味着 我们的睡眠 都受到了生活的影响 四 久坐不动 久坐不动时间的增加 会进一步 导致睡眠问题的增加 为什么会这样 很多人在久坐不动的时候 一般不是看电视 就是玩手机 而电视或手机屏幕 产生的蓝光 会让大脑 停止产生退黑激素 退黑激素 是一种调节身体睡眠 觉醒周期的激素 当这个生物中被打乱时 失眠就会开始 最佳睡觉时间 是什么时候 研究有答案 一项新研究表明 在晚上10点到11点之间入睡 可能对我们的心脏有益 该研究让88,026名英国成年人 年龄从43岁到79岁不等 佩戴的医疗设备 从而收集超过7天的入睡 和醒来时间数据 参与者当时接受了 其他健康和声 活方式评估 平均在5.7年后 完成的后续评估发现 3172名参与者 患有心血管疾病 研究人员在调整了年龄 性别 体重指数 睡眠时间 吸烟状况 其他健康问题 和社会经济状况等因素后 分析了入睡 与心血管事件之间的关联 研究发现 午夜后入睡的成年人 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要高25% 在10点之前入睡 会使成年人 面临24%的风险 在11点入睡 会使成年人 面临12%的风险 与晚上较早 或较晚入睡的成年人相比 在10至11点开始 旧寝的成年人 患心脏病的风险较低 其中最危险的时间是午夜之后 这可能是因为 它可能会重置生物中 老年人如何改变睡眠问题 一直以来 大多数老年人 都在遭受失眠的痛苦 毕竟睡眠不足 会让我们情绪低落 甚至会增加许多 慢性健康问题的风险 比如糖尿病 肥胖症 高血压 肾病 心脏病和抑郁症等等 所以 老年人改善睡眠问题 真的是刻不容缓 在这里 建议大家做好四点 一 解决压力 如果老年人有压力和焦虑 解决压力和焦虑很重要 通过照顾自己的身体 来解决自己的情绪问题 在压力解决之后 为自己提供一个安静 黑暗和舒适的睡眠环境 在睡眠习惯上 一定要注意保持一致的睡眠时间 比如每天晚上 在同一时间上床睡觉 每天早上在同一时间起床 以此重置自己的生物中 二 傍晚小睡五分钟 很多老年人在傍晚时分 特别容易想睡觉 因此建议大家可以闭上眼睛 趴在桌子上小睡五分钟 就可以起到放松的效果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小睡时间不宜超过三十分钟 否则很容易导致晚上失眠 三 晚饭不要吃得过晚 过饱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大多数人的饮食 都是非常油腻的 这对失眠的老年人而言 是非常不利的 建议老年人吃晚饭的时间 不要太晚 而且应该多吃一些 容易消化的清淡食物 与此同时 睡前避免大餐 咖啡因 吸烟和饮酒 不然很容易让大脑兴奋 从而导致失眠 四 在睡前关闭电视或手机 优先锻炼 在睡前一小时 关闭电子设备 即使我们认为自己 很想查看它们 也一定要考虑 将手机 平板电脑和电脑关闭 此外 白天锻炼身体 也能让晚上更容易入睡 建议老年人每周 至少锻炼150分钟 如果不能在家外锻炼 可以在客厅进行锻炼 最后尽可能避免服用安眠药 这会增加跌倒的风险 并加重记忆力问题 尤其是老年人 通过六个问题 来自测睡眠质量 包括入睡时间 夜间一醒情况 醒后重新入睡时间 总睡眠时间 睡眠质量和日间功能 受损情况等 一 入睡时间是否大于30分钟 如果晚上躺半小时 仍无法入睡 说明生理 心里还未做好睡觉准备 也可能是睡前做了 刺激性太强的活动 二 夜间容易醒吗 如果夜里醒来几次 但能马上入睡 就没问题 如果超过五次 则需考虑 有无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 或疼痛等不适 建议去医院专科就诊 三 醒后超过二十分钟 才能重新入睡吗 夜间醒后十至十五分钟 身体仍处于放松状态 容易重新入睡 一旦超过了这个时间 身体就会触发一系列反应 让人越来越清醒 这时 可下床做些放松活动 比如看书 但不要玩手机 电脑等 如果醒来后 经常无法快速入睡 建议就诊 四 总睡眠时间 小于六小时吗 健康睡眠 不完全取决于时间长短 如果前一天晚上睡好了 白天精神状态不错 就算是健康睡眠 五 睡眠质量差 总做噩梦吗 有些人甚至因噩梦惊醒 醒后仍心有余悸 六 日间功能受损吗 比如次日投婚 乏力 困倦 精神不振 记忆力减退 警觉性降低等 如果上述某一睡眠问题 持续超过三个月 影响到工作 生活 社交等 且不存在药物影响 也非其他精神及躯体疾病引起 则可考虑失眠症 七种助眠食物介绍 一 杏仁 杏仁是褪黑素的食物来源之一 其中富含的铭元素 更是优质的来源 铭有助于改善睡眠质量 它能够降低应激激素皮质醇的水平 杏仁中 含有三种重要的睡眠调节剂 褪黑素 烙氨酸和骨氨酸 这些成分 可以帮助身体自然地调节生物中 改善睡眠质量 同时杏仁作为一种天然的抗氧化食品 富含大量的维生素 一等抗氧化成分 有助于减少紫外线辐射 空气污染等对身体造成的损伤 从而提高身体免疫力和抵抗力 二、燕麦 燕麦含有丰富的褪黑素 潜体色氨酸及大量膳食纤维 其中的色氨酸及膳食纤维 可稳定血糖水平 避免因血糖波动引起夜间醒来 燕麦粥作为一种健康食品 富含多种营养素 对于失眠症状 一些人可能会选择 通过改变饮食习惯来缓解症状 燕麦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纤维和碳水化合物等营养成分 可以提供身体所需的能量 并有助于控制血糖水平 同时燕麦中还含有一些 有益于睡眠的天然物质 如色胺酸和美 这些物质可以帮助促进身体放松 减轻紧张情绪 从而改善睡眠 虽然燕麦确实具有许多好处 但并不能完全依靠 燕麦粥来治疗失眠 3.核桃 核桃是褪黑素的最佳食物来源之一 其脂肪酸组成 能增加血清素生成量 有助于睡眠 睡前吃核桃 有助于睡眠 能够提高睡眠质量 对于长期失眠 有很好的治疗和调理作用 核桃中含有褪黑激素 同时能够促进褪黑激素的分泌 此激素能够帮助睡眠 除此之外 核桃也是一种中药 具有温肾壮阳 脸肺定喘等作用 可以用于治疗肺肾两须 引起的咳嗽气喘 胸闷等症状 临床上常见的肺气肿 肺心病等 都可以适当地服用核桃 进行调理和治疗 四 香蕉 香蕉含五 抢色暗物质 和丰富维生素B6 可让人心情放松 安定神经 改善紧张焦虑情绪 提高睡眠质量 香蕉含有一些可能有助于 提高睡眠和放松的营养物质 其中一种营养物质就是铁 它有助于维持正常的昼夜循环 研究表明 每天补充500毫克铁 可以增加褪黑激素的产生 降低皮质醇水平 香蕉也是色胺酸的良好来源 它可以提高睡眠质量 获得深度睡眠 有助于睡眠周期和清醒周期 因为它可以让你在晚上 醒得更少 香蕉也是维生素 C 维生素B6和纤维的良好来源 其中高含量钾 也可以作为肌肉松弛剂 高美的饮食 与降低压力水平有关 香蕉中的美 可以帮助失眠 5 猕猴桃 猕猴桃 能增加血清素生成量 调节睡眠周期 含有抗炎功能的抗氧化剂 提升免疫系统功能 稳定情绪助眠 其一果含有丰富的钙 鎂离子和维生素 C 有益于稳定情绪 抑制交感神经的作用 有助于缓解 由于精神紧张 兴奋 焦虑等引起的入睡困难 有研究表明 其一果可有助于提高 失眠患者的睡眠质量 6 樱桃汁 樱桃汁退黑素含量较高 可延长睡眠时间 提高睡眠质量 樱桃汁内含有退黑素 可以调节睡眠周期 此外还含有圆花青素 可以提高色胺酸水平 在一定程度上 有助于改善睡眠质量 有研究表明 每日适量饮用樱桃汁 可缓解失眠症状 7 支质鱼 如金枪鱼 鲑鱼 尊鱼和青鱼等富含维生素D 和欧米加三脂防酸 能增加血清素生成量 提高睡眠质量 食物中的退黑素 色胺酸 B族维生素 钙元素 美元素等成分 通过不同的机制 影响着睡眠质量 合理选择含有这些成分的食物 有助于改善睡眠问题 但如果失眠问题严重 建议及时就医 获得专业的治疗和帮助 今天的分享结束了 如果这个视频 对您有所触动 请在右下角订阅 按赞吧 同时留言区留下您的想法 你的支持 是我们前进的最大动力 根本就会订阅 筒犯 对我给你 建议 宝宝